但是 生理的無理 如果 要是看得太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缺可 先聲明 這期節目是給不怕劇透黨看的 如果是純動畫黨的觀眾 建議先把漫畫追完 再補這期節目 兩年前左右 當時的我們還停留在 子安學姐給感謝炮 時尚拒絕發生關係後重新振作 不知道時尚能不能追到子安學姐 那時候我就有提到 一個成功的原因 和兩個失敗的原因 成功的原因是 時尚被打槍一次後又重新振作 試著讓子安愛上自己 失敗的原因是 1. 組曲物語的馬呂族 也就是時尚的原型是失敗的 2. 子安的存在是配角 是要用來幫助時尚成長的 定位上很難想像他能跟李主角走到最後 老實說啦 光是這兩個原因 在當時我並不認為時尚必敗 更何況老師在台的訪問中也有提到 自己曾經與學姐交往過 一個人喜好來說 時尚應該會和學姐在一起 我真是沒想到 明明時尚幾乎可以看作老師的分身 而最後的結果卻是 唉… 以現實的狀況來說 追不到女神其實也蠻合理的就是了 好 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到176話 當時時尚靠著媽媽的特訓 在班級對抗上取得勝利 因而獲得跟艷學姐約會的機會 在正式遙約前 時尚提出了三個約會計畫 出出時裝 到處放花 和迪斯尼 該說不意外嗎 計畫全部被輝夜打強 這一段很有意思 如果是沒什麼約會經驗的觀眾 這一話提到的東西 各位一定要特別學起來 出出時裝 有可能會讓女方覺得自己的品味被否定 到處放花 除非關係已經超好 或是你知道對方的口味 不然這樣做真的很噁心 去迪斯尼則是要考慮到排隊的時候 萬一兩人沒有共通的話題 場面會尷尬到不行 另外 約會行程不能排得太慢 要有適度的休息 我是指活動與活動間 時間不能抓得太緊 回到正題 儘管最終異行人選定了 三簡版橫冰方案 但燕只是一句 我沒有去過擎空塔 異行人就從結果上來說 全都白討論了 在兩人出發前 大佛把學生會密報告交到燕手上 雖然作者沒把燕看到報告的當下畫出來 但從燕後續的反應可以想像 燕發現的當下有多驚訝 之後兩人一起登上了擎空塔 燕幫時尚挑了鞋子 最後還一起吃了騷肉 一眼隱蔽之就是度過了快樂又健康的約會 兩人的關係也似乎拉得更近 更甚至已經約好了還有下次 從表面上看來 時尚的機會非常大 然而當燕還在想自己的喜歡是哪種喜歡時 時尚就幾乎確定出局了 我能這麼說是因為 女人是感性的動物 這句話雖然是刻板印象 但我想會直接縫定的人也沒這麼多 燕不是不知道哪種喜歡是戀愛 是她想把對時尚的喜歡試圖升級成戀愛 所以才會在那邊哭鬧 但結果她失敗了 在被白銀霸開倒後 燕開始思考起自己 到底想跟時尚建立起什麼關係 最終她得到的答案是 希望跟時尚繼續做朋友 希望自己能為時尚做點事 希望自己能扭轉眾人對時尚的看法 為了做到這幾點 她先把自己的計畫告知給輝夜大佛 讓他們從中協助自己 挑選這兩人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們都知道時尚的過去 個性上來說又比亂元沈溫很多 得到他們的認同後 燕便去跟大佑進行面對面接觸 不意外的 兩人會談華麗的失敗 失敗的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大佑是笨蛋 這種人不會懷疑表面上看到的東西 要改變這種人的方法 除了一步步的誘導外 就是要下猛藥 沒有其他方法了 我認為直接傷害她的這種做法 絕對會讓她成長 只是實際上不喜歡這種做法罷了 燕失敗後 便把目標放到了學校謠言上 她透過自己的人脈 與校內各種VIP協調、溝通 希望他們能協助自己把 時尚是跟蹤狂的謠言覆蓋成 時尚則被敵野花心而被敵野陷害 時尚為了大佑默默受罪 儘管大部分是事實 只有散播不亞造的部分被換成花心 但光是換掉最關鍵的部分 就能降低對大佑的傷害 也能不違背時尚的想法 這個計畫 如輝葉所說 這是只有受到大家信任的子安燕 才能執行的計畫 計畫部署期間 時尚仍在課業上努力 試圖讓自己成為配得上燕學姊的男人 嗯… 雖然從愛情的結果上看來 她只是徒勞 但是這次的努力 絕對會在其他方面開花結果 另外 由於時尚逐漸被其他人認同 她的情人節巧克力 也從零個一口氣變成五個 而且其中還有兩個是真心巧克力 我是覺得啦 除了燕的、立的、亂元的、大佛的、玉子的 應該還會有輝葉的和真飛的才對 不知道為什麼老師沒有畫出來 不管,回到正題 很快的,在畢業典禮的前幾天 時尚就感受到認知作戰的威力 全校看她的眼光跟過去不再一樣 這時,一直看著時尚的大佛 向時尚坦白了燕的計畫 一直到真相 時尚自然非常驚訝 根本不會想到這事 只按燕學姐留給她的最後的禮物 到了畢業典禮當天 時尚想幫助過自己的團長表達謝意 並再次正面向燕學姐發起挑戰 燕學姐 我喜歡你 請你跟我交往吧 對不起喔 如果是過去的時尚 那在燕說出對不起後 應該就會老實地放棄吧 但是在與燕相處後 時尚也明白燕的弱點 也就是強硬的攻勢 時尚這時說出口的台詞 比起說是求交往用得到的台詞 更像是求婚時會用到的台詞 對於時尚的偷襲 如果燕學姐不夠了解時尚 或是對時尚沒有那麼用心的話 那說不定燕就會答應了吧 但是 就因為燕非常重視時尚 才會選擇不欺騙時尚 才會選擇降低傷害 才會選擇把自己做過的一切向時尚坦白 我的這種心意希望能傳達給你 拜託你繼續跟我當朋友吧 不要跟我拉開距離 面對燕的這種請求 時尚也只能強忍住淚水 用魔靈兩可的說法做回應 然後 在一切的尾聲 時尚送上自己最誠摯的祝福 學姐離開後 時尚流下了男兒淚 這時的她才總算明白 失戀是多麼的難受 初次的失戀 給予時尚的打擊相當大 甚至讓時尚忘記了生活技能 幸運的是 現在的她身邊有一群可靠的夥伴 特別是亂緣 一個精確的耍白癡 就解除了時尚的恍神狀態 然而 就算回生了 也不代表時尚不再傷心 她不斷在那邊 啊 好想交女朋友啊 真的好像與異性邂逅 聽到時尚的願望 亂緣不動聲色的將話題引導到 時尚如何看待玉子 不得不說這手法真的高明 先是說要溫柔的守護時尚 打擊時尚的心靈 接著 把話題帶到自己這個異性身上 由於兩人都知道 相互對彼此沒有感覺 所以開這種玩笑 完全可以當成真正問題的鋪陳 啊 真不愧是一流的老千 遺憾的是 玉子從沒在時尚面前展現過自己的真心 這讓時尚誤會自己跟玉子完全沒戲 在知道心上人對自己的看法後 玉子也不確定該怎麼辦 緊接著 仿佛是命中注定的安排 玉子不但又跟時尚被分到同一番 還得到了亂緣的建言 這讓玉子明白 談戀愛時 不用裝成乖孩子 解放後的玉子 非常誇張 除了知道要用拉衣服邀請時尚一起行動 還在下一話就展開非常惡毒的攻勢 首先 他故意提到驗血界 歪開時尚的傷心事 然後 這堆時尚非常溫柔 讓時尚知道自己可以成為他的避風港 摸頭 吸整 都是小事 這傢伙居然直接想把男人拐回家 要不是有亂圓打亂玉子的步調 我看直接成神也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 後來 兩人雖然因為爛回的快慢而吵架 但也不是什麼大事 時尚也因為Apex交到了新朋友 GIGA子和不知火依 看著新來的威脅 玉子為了跟時尚有更多的交集 便主動學習起Apex 於是 在白銀霸手把手的指導下 玉子突飛猛進 更甚至也喜歡上Apex 額…我說啦 側板老師你究竟多喜歡打Apex 意外的是 玉子和白銀霸的談話被力聽到 力也擅自誤會 玉子在和大樹交往 由於擔心依景也 力邊將自己看到的東西透露給時尚 兩人也就在放學後跟蹤起依景也 這次的行動 時尚仍有迷惘 過往的經驗讓時尚不敢出手 隨便插手別人的戀情 可是會藏到苦頭的 依景也對你來說是別人嗎? 大有精子跟依景也玉子是一樣的嗎? 僅僅是一句話 就讓時尚有如當頭棒喝 就讓時尚找回當初的自己 讓自己擋在玉子前面 理所當然的 這麼做的結果 時尚也只是給自己鬧笑話而已 在經過了玉子的調侃 時尚總算開始思考起 依景也玉子對自己來說到底算什麼 之後 依景也靠著Apex 順利打入時尚的交友圈 在玉子一連串的攻勢下 時尚逐漸被貢獻 我能這麼說是有根據的 舞會前戲 時尚居然鼓起勇氣向玉子提出舞伴的邀請 啊…可憐的時尚 完全沒想到自己被玉子玩弄在鼓掌之間 舞會的當下 雖然時尚稍微犯傻 但在媽媽的職員下 兩個紅著臉的人 有了非常棒的回憶 之後 事工家開始動盪 跟會夜有關的人們 全部被事工家裡的人監視 對視線特別敏感的玉子 一下子就察覺到這些人的存在 這讓他光是上下學都感到非常不安 此時 仿佛全世界都在助攻一樣 所有人都順勢讓時尚當起護花使者 遺憾的是 時尚還是很沒中 回家的路上 明明玉子都伸出自己的手 但時尚還是沒有把他的手牽起來 好 既然時尚這麼鬧 玉子也不演了 即使時尚順利完成任務 略者還是用撒嬌的表情 要時尚進到自己的家裡 在確認家裡沒其他人後 玉子再度發動攻勢 這麼快就要回去了嗎? 此時 時尚總算承認玉子很可愛 也開始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想法 對於時尚的摸摸桶攻擊 玉子立刻還顏色 把時尚的手移動到自己的臉上 好啦 都做到這種地步了 兩人都不用說什麼 也明白彼此的心意 他別只在必須試探 各自能做到什麼樣的程度而已 進到家中的兩人 表面上討論各種正式 但其實 玉子的手沒有離開過時尚的手 更重要的是 玉子還面無表情 玉子的這些行為 弄得時尚非常慌 不知道該怎麼應對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玉子把話題引導到自己的迷惘 讓時尚有機會展開摸摸桶攻勢 摸著摸著 時機成熟 玉子更是加強自己的攻勢 直接撲倒在時尚懷裡 甚至還說 希望時尚更寵他一點 氣氛都這麼好了 時尚也沒犯上次的錯誤 直接把玉子摟在懷裡 就在兩人準備要親下去死 X你娘赤板斷屁斷啊 這不是把氣氛全毀了嗎 總之 揮夜傳來的退協消息 直接把兩人的獄火徹底撲滅 之後 截至目前連載進度為止 時尼沒有任何更親密的互動 要我來說啦 如果赤板沒有故意打斷的話 兩人百分之百會做到最後 而且還是由玉子租到 我想聽到現在的各位應該都有注意到 時尼兩人能走到這地步 全部都是玉子主動出擊 勉強算時尚主動的 只有舞會邀約那次 唉 真的是 女追男 葛成殺 千花說得真對 只要是可愛的女生 是誰都 沒有啦 時尚終究與玉子相處了很久 實在不能說時尚是誰都行 他對玉子的熟悉 應該只輸大佛而已 另外 我看到有人說 時尚在抱著玉子時 居然還在想驗靴界 這不是把玉子當成替代品了嗎 我必須說 從漫畫的表現上看來 那應該算是旁白的講解 而不是時尚覺得 上次沒打到炮 這次一定要打到 我能這麼說的證據是 時尚心裡的OS 是用特殊爆炸對話狂表示 順帶一提 旁白說的 不喪是禽獸不如的狀況 很可能是不正確的 現實還是取得同意比較好 免得哪天被越想越不對勁 呃 現實即是取得同意 還是有可能被越想越不對勁就是了 就我看來啦 在被燕學姐乾淨俐落的甩了之後 時尚的成長就幾乎停滯 或是說焦點都不是在她身上 兩人能走到現在這一步 雖然九成是靠玉子的進攻 但別忘了 如果不是時尚先前的所作所為 玉子也不可能對時尚有滿出來的好感 玉子是被時尚的本質吸引 才會主動接近時尚 總結來說這一對是沒跑了 差別只在什麼時候做到什麼程度而已 沒意外的話 事工加劇情搞定後 這一對也會很快的搞定 我自己是很好奇啦 老師有沒有打算把這一對的交往後續給畫出來 我不是說床系喔 我是說床系之後的事 這一對跟白灰不同 他們經常發生摩擦 在彼此的發情機數都下降後 遲早會回歸正常 俗話說得好 相愛容易相處難 他們兩人要怎麼磨合彼此的價值觀 我覺得也是一大重點 更何況他們還太相似了 這種狀況就我知道的來說 更容易出問題啊 好啦 這期節目就到這邊結束了 誠心希望事工加劇情結束後 灰燕能重返戀愛喜劇巔峰 不要和其他同類型的作品一樣爛尾啊